19号还有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 让昨天发现了 就是在直升机山区失事 扣尔安全带也没有用 这是在国际间的重大消息 伊朗的总统跟外交部长 坐在直升机上 最后坠机了 现在已还已经找到 我们看到山区的画面 这是在搜救的画面现场 看到因为农物密布 这个山区坠落的片片的碎瓦 几乎是已经找不到 比较完整的碎片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员生还 这上面做的是谁呢 这个做的是他们的总统 以及外交部长 其中公布了事故现场来看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温度 这个很热 像也都没有探测到任何的温度 全部殉难 包括了这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 也公开表达了意见 他说伊朗人民不用担心 国务不会中断 但到底是为什么莱西这位总统 会突然坠机 在云雾密布的时候 飞到山区市而造成了 因为天气而造成了意外吗 进一步原因还没有公布任何的消息 但是外界的揣测非常的多 尤其是阴谋论 怎么说呢 为什么会有阴谋论呢 反对派唱谁 赶快找到尸体 其中社群平台X名 叫做恐惧警报 这样的账号 甚至宣称说 最早报导直升机已经坠毁 实施的消息 是谁 居然是来自以色列 所以引发了暗杀阴谋论 为什么你先知道 为什么是以色列的媒体呢 还有伊朗的总统外长 可能坠机 是刚好时间点发生在哪里 是在伊朗跟苏利文 就是美国跟 对不起 是美国的苏利文 跟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 两个人见面之后 当中很大的部分就是 本来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正要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国出现了 各种的施压 是不是有各种正常化 要做什么 不知道 或者是伊朗国内被敌人渗透 今年1月3号 有个恐怖攻击事件 首席的核子科学家 还被以色列派人暗杀 这些消息 是不是都跟这个时间点有关 那以至于让沙国国王 王储 萨尔曼 亲王本来要访日的行程 也因此延后 我们不知道是他真的病了 还是担心各种美国的压力 甚至担心坐飞机 因为听起来是真的危机重重 这个阴谋论也不是说 大家随便猜猜而已 过去的确好几个事件都让外界有这样的联想 例如伊朗的一位核科学家 遇刺案 发生在2020年的11月27号 这位被称为伊朗的核计划之父首席的核科学家 是跟太太到乡下去度假别墅的高速公路上 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暗杀的 那么根据报导 这次刺杀行动是用人工智能 跟人脸辨识技术 把这个枪械安装在一辆日产的皮卡车上面 通过卫星在线遥控 所以就直接攻击 让这一位被暗杀的伊朗科学家 被说神秘的死亡 以色列的摩萨德的暗杀名单上 被说还有好多位伊朗官员科学家都在名单上 所以这次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不知道 过去哈马斯的领袖圣诚旅指挥官 被以色列直接精准空袭身亡的画面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精准攻击是直接用刀片飞弹来攻击的 这个是哈马斯旗下的圣诚旅指挥官 哈比德被以色列的空袭模式精准 击击击坐车最后刺杀身亡的消息 那么各种的类似的案件发生的时候 都让大家怀疑阴谋论的其中可能性 包括斯洛伐克的总理遇刺 内政部也发布认为 疑似是非最初估计的孤狼示范 有可能还有其他人背后的指使 让整个事件更为复杂 那么再由伊朗总统莱西的直升机 硬着陆这件事情 居然以色列官方的发文是 让大家匪夷所思的 他居然在官方账号里面公布说 有情提示 在农物中驾驶直升机并不安全 还讽刺怎么总统跟外长 同样坐在一架直升机上 太愚蠢了 这是官方账号对于人民可能丧生的 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是用嘲讽的口吻 也是不可思议 而以色列战时的内阁 现在正在产生内讧 被说纳坦雅胡遭围困 左右为难 总理大卫有可能不保 在跟加沙走廊的各种冲突里 意见不一致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各种的阴谋论 跟纳坦雅胡的处境也有关系 干脆就先把伊朗处理掉 当然我们知道这位 现在已经身亡的总统 他也是属于比较激进派 主战的这一方 亮哥 伊朗发生这样的意外 全球震惊了 但阴谋论 大家揣测纷纷 怎么看 这个是当然 我听说第一时间 美国就拼命向伊朗解释 说跟他没有关系 不是说我干的这样 对 当然伊朗国内 是比较指向以色列 不过基本上这个就是要调查 你也不能随便指控 可是因为很怪 就是说三架直升机 如果是天候因素 怎么会刚好只有你有事 只调了一架 两架平安回去 所以首先可能要先看调查的结果 不过就是莱希 他本来就是强硬派 可是他在伊朗的政坛 他的分量并不重 因为伊朗最主要还是最高领袖 就是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已经85岁了 哈梅内伊 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就是莱希 那莱希是强硬派 所以这样就可能要先组合 从保守派里面推一个人 来准备接班 因为85岁的年纪已经够大了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最高领袖 已经平临要换人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莱希突然就发生意外 莱希事实上他过去的经历 也容易让人家觉得他国内的政敌很多 因为他是司法部的 所以他以前处死了很多政治犯 这等于是他干的 这个有点像印尼普拉伯沃 他后来不是跟左柯威的儿子合作吗 那才有办法得到年轻人的票 这一位莱希先生 因为他以前处决了非常多的政治犯 所以伊朗的反对派对他是有仇恨 所以我认为 坦白讲我这样讲有点无情 说换一个人 也许对伊朗的政局会好一点 就是至少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值 那么鹰派跟激进吗 他不是 他是鹰派又曾经历史上 处决过很多反对派 成为攻击的目标 所以你就容易成为仇恨的目标 如果你真的接班 接了最高领袖 那我认为对伊朗不一定是好事 就是伊朗事实上三个权力巨头 就是最高领袖 总统 然后革命卫队的指挥官 这三个人里面 目前最没有力量的就是莱希 所以我才说影响不会很大 那就是保守派要推派一个人 不然现在副总统就先接 50天内要接任 可是就政党来讲 保守派一定要推一个领导人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对伊朗的证据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这个就是很现实 就是你接任的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强硬 而且没有你以前带有那么多的政治的仇恨 所以对伊朗来讲不一定是坏事 因为伊朗目前很多事情已经卡住了 比如说他通貨膨胀常常动辄超过30% 然后会因为加油站 占个价就要引起暴动 就表示你这个政局其实并不是很稳 你简单只能够说是反对派零零碎碎 没有办法团结成一股力量 像上次国会选举 竟然有数百万人杯葛投票你知道吗 结果造成保守派大胜 怎么有这么蠢的行为 对不对 再怎么样也要投票 可是就发生这种事情 就表示他这个国家反对派 其实就是有点支离破碎 然后很多小的经济政策引起反弹 就会有那种群众运动各地出现 所以我是觉得他恐怕也要做一些 内部的一些改革跟整顿 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换一个人 搞不好会有新的机会 所以这次最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当然前阵子伊朗的军事行动 尤哈米尼在 所以他说所谓的国政不会中断 可是的确是比较激进的 包括用导弹攻击以色列 或者是扬言要动用核武器 兵哥你怎么看 现在伊朗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 其实我必须讲 上一次伊朗攻击以色列那个做法 我觉得还挺有技巧 也就是我确实大规模攻击了 但是我又让你都拦到了 然后整个损伤也不是很大 双赢 对 就是双方都有一个台阶下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是很怀疑以色列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去干掉莱西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去节外生枝 去干掉伊朗的领袖 这个对他来讲并不见得是一盘好奇 因为万一被人家发现 其实整个情况有可能急转之下 会变得更糟 那搞不好会激起阿拉伯世界的公愤 也不一定 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 以色列会去做如此大胆的行动吗 我是存疑的 当然目前他到底是被人家暗杀了 还是直升机故障还是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消息都很混乱 所以这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而且伊朗本身那部政局是 本来就有他自己的不稳定性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再去看 但是原则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决定 大概就是第一副总统直接去接 接了大概就暂时可以稳定下来 因为只要哈密尼还在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只是说 这个美国在施压 以色列跟沙奴地阿拉伯 他们之间要就是关系正常化 我一直觉得在这个时间推我 我是觉得很奇怪 这个时间我怎么都想不出来 沙奴地阿拉伯会在这个节骨眼去同意 跟以色列建交 或是进行更深一步的交往 因为这个对沙奴地阿拉伯的立场 会陷入立刻陷入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是觉得 我很怀疑美国在这个时候 会给沙奴地阿拉伯多大的压力 然后沙奴地阿拉伯会与你接受吗 我是想不太通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不过最近真的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 这种刺杀的状况 所以表示这种乱局越来越多 而且大家都会采取这种 相对比较激进的这种行动 这个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这种到处都呈现这种 突然之间刺杀的状况的话 其实这个会对很多 就是各个国家潜伏的那些反对派 或是不满分子 会产生一种暗示性作用 也就是其他国家这样解决 那我们是不是也来采取这样解决 那你要知道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几乎都会有一些不满 或是一些纷争存在 那会不会引导的让这些人铤而走险 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个人是还满忧心的 但是 好 讲 伊朗因为它在中东 其实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然如果它呈现一个乱局的话 我觉得对现在本来就已经 错终复杂的中东情势 是会更加不利 当然所以美国在第一时间也会 赶快跟他讲说不是我们干的 我没有这跟我们无关 那就是希望这边不要乱 因为如果伊朗也跟着一起乱 因为伊朗是 他是两种势力在头 他有保守势力 也有比较冲动派的 那些冲动派到底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说真的也没有人知道 最后就是以色列现在这个局面 到底要怎么解决 假设 假设伊朗这个真的不是摩萨特干的话 那以色列现在他到底有没有办法快速解决拉法的问题 如果没有办法快速解决的话 我个人认为时间拖得越久 以色列自己内部遇到的反弹也会越大 到时候恐怕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因为周冬现在已经够乱了 小舰长如果就这一架坠毁的直升机来看 有两种我看媒体上有两种报导 一种是说 他是什么可能总统的专机 可以他这么容易轻易 一个农物就可以坠毁了 另外一种是说他有点老旧 过去有一些失事或者小小瑕疵的记录过 你怎么看呢 如果按照军方的作为来讲的话 或者是政府机构的作为的话 一定是挑这种机灵最短的 也就是他服役期间最短 最新的飞机给元首使用 至于说相关的飞行员一定也是挑最好的 可是程如刚刚所讲的 三架飞机两架飞机飞出了 如此的一个恶劣天气 为什么只有这架飞机出事 如果说我们看一开始的那个 画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他天空中是 不知道是飘的是雪还是雨 也就是说 不是不是他是有一片一片的 那一个其实也就代表 他的天气相对比较恶劣 而且到底是如何恶劣 然后会让他直接的 坠毁在山区 这个部分我不知道 这架直升机上面 有没有类似黑盒子的装置 如果有的话 日后我们才可以清楚的了解 这个到底是什么状况 但是也未必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驾驶员的问题 或者是机上人员的问题 那这个又是一个无头公案 那最后看起来 飞机状况很正常 为什么会坠机呢 还记得吗 之前俄罗斯最大的佣兵 他的那架直升机 一样也是掉下来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那另外我们看到 有关于以色列里面的政局 也就是甘孜跟纳坦雅胡之间 如果说我们看到上面这个 是最近的一份民调 纳坦雅胡他的民调是35% 其实 然后我们看甘孜的话 他也是暂时内阁的成员 他是45% 其实这15%是下降的 这个纳坦雅胡的35%是上升的 如果我们对应看 今年2月的话 纳坦雅胡其实是32% 现在是35% 甘孜当初是48% 现在是45% 其实这个也就反映了 以色列真正的他的一个国情 为什么 因为虽然大家这么多人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内部 也有非常多的示威游行 反纳坦雅胡 但是他并不是反战争 也不是反 以色列的部队在加萨走廊的行为 也不是反 以色列限制了加萨走廊的这些人到援助 他真正反对的是什么 是纳坦雅胡 你怎么还不下台 而且他 纳坦雅胡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 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跟哈马斯达成一个人质的协议 也就是人质 现在看到活的并不多 可是看到的遗体越来越多 这个是家属真正所担心的 那如果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其实我们并不 我们很难猜测 以色列会变成怎么样 不过加萨走廊的 现在的一个危机 似乎有所缓解 为什么 因为美国所搭的那个跳板 从今天开始已经大量的运输食物跟医料 跟医药进入加萨走廊